大家好,我是雲朵 我是来自四川的山里的一个女孩 然后我非常激动 也非常的感恩 一直以来我们中央电视台 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也非常感恩我们党和各界政府 对我们的关怀 和对我的家乡的这种支持 刚才还有狗国书记 还有我们大家都讲的 我就一直在那里流眼泪 我觉得 因为一路从大山走出去 我特别能感受得到 家乡孩子们的那种心情 我的父母也是农民 我从小也没有怎么读过书 一直以来都是 党和人民的 党和政府 以及社会各界的人士的帮助 我才走到了今天 有一天我的老师 道朗老师走到我的家乡 山里的时候 站了半路 就很感慨地就说 你看对面那座山 你看这边的青山绿水 偏远的这么远的一个山区里面 走出了一个这样的云朵 走到了中央电视台 在那一刻的时候 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我觉得好像 自己是幸运的民多 所以我每一次珍惜 每一次的演出 每一次的机会 我都想去 好好的去唱好每一首歌 来回馈我们的党和 所有的政府 以及所有的社会人士的 对我的帮助 所以在这里 我特别想用我的歌声 来表达 对我的一段歌声 因为说话实在是 真的是对我的来说 表达能力不好 我只能用我的一段歌声 来 我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